最后我们来把打工度假的文章全部给他结束吧 蛮长的,我们来看一看 打工度假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什么方式? 不定词,片语 修饰前面的很棒的一个方式 to broaden your horizon broaden是什么? 扩充,扩大 horizon是知识的领域 扩大你的知识的领域 我们中文就翻成增广见闻 这是增广见闻 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就是打工度假 since,为什么? since是因为 对,由于的意思 这个是表原因的副词子句 因为由于 it,这it是指什么? 他出题 所以这个有一个考题在这边 it就代替前面讲过的名词 同样一个句子里面 你这个it代替前面讲过的单数名词 哪一个单数名词啊? 打工度假? 还是一个方式啊? 他说看 it gives you the chance 就是他给你这个机会 他给你这个机会 你如果说代替方式 那方式会给你这个机会不对 所以应该是代替打工度假 这个it就是指前面的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呢 give you the chance 给你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 后面又是一个不定词 片语 来修饰前面的一个机会 好 这个地方 老师先不要关乎的 他有三个情况 那我们把三个情况呢 一个一个讲出来 他to是 to是共用的 第一个 to explore 去探究 去了解一个国家 打工度假 就会给你有这个机会 你去了解这个国家 好 第二个 他 你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去什么 练习 新的一个语文 好 这里是to explore 这里是to practice 省略掉了 因为前面有了 这里就不写了 那第三个呢 and 所以第三个动词 前面一定要加and and meet 这个meat 原本也有一个to and to meet 所以三个 to explore to practice and to meet 我们to保留一个 其他 这边就删除了 好 所以你看到都是动词 第三个 还可以用meat people 去认识这些人 什么人啊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是来自于全世界的 这些人 你看看 打工度假 没有错哦 你如果去澳洲打工度假 你可以认识很多国家的那些年轻人都住在一起 用不同的语言在沟通 日本人 韩国人都很多 大陆人也有很多 都在那个 这个澳洲 或者是纽西兰 在那边打工度假 再来 我们看下面 哦 刚刚好这里有一个it 有一个考题 我们来找看看 有没有 哦 有 第四题 in the third paragraph third paragraph 就在第三个段落 what the word 这个字it refer to refer to是指 这个it是指什么 好 refer to 这个要了解 是指的是什么 刚刚讲过了 那个it就是打工度假 所以答案就是b a walking holiday 再看 我们调回来前面的内容 this kind of adventures 这种冒险 探险 打工度假 本来就探险了 你资深在国外 对不对 钱够不够用啊 文化啦 还有语文啊 对不对 这种探险呢 sometimes 有时候呢 have a really big impact 有时候真的 有一个很大的 impact 冲击 那么impact 后面是叫on的 对谁的冲击 on those 对这些人的冲击 对这些人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什么人 马上又是一个关系直句咯 好 关系直句 来修饰前面的 those those就是讲这些人 什么人啊 have experienced a walking holiday 已经经历过打工度假的那一些人 所以这种探险 打工度假这种探险啊 对于那些 有经历过打工度假的那些年轻人而言 有时候呢 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 最起码 你去那边 你就会知道 英文非常重要 你要这个世界 游览一圈 你一定要懂得英文 所以语文学好 对我们没有害处 尽量的努力把它学好 好继续 对offense 你前面讲冲击 那把冲击的内容稍微提一下吧 对他们 offense 他们经常说 说什么 后面就是他们经常讲的一个内容 他们说啊 Let it was one of the best memories of their life 他说啊 it it就是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个打工度假 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one of是什么之一 后面接复述的名词 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就是打工度假 那个期间 比尔威尔 可是呢 作者提醒你啊 比尔威尔 要小心啊 要小心啊 先提醒你 要小心 后面要小心什么 我们再来看了 even though 这个是连接词了 even though是即时 好 即时 大部分的打工度假都会 呃 会发薪水 提供住 还有 还 善食 甚至有时候会 那发个薪水给你 这样子 虽然 虽然 some working vocation program 有一些打工度假的 这就哈罗的一样 意思相同 programs 就是这种计划 会pay或付钱 有些 这个打工度假会付钱 但是呢 not all of them do 并不是所有的打工度假的计划 都会付钱 do就是pay的意思 代替pay 不是所有的打工度假的那个计划 都会付钱的哦 sometimes 有时候 所以作者要提醒你 小心哦 小心了 你要慢慢找哦 不要找到那些没有付钱的 那就完了 sometimes you end up paying end up paying 是什么 你结束了你的打工度假 你还要付钱 你还要付钱给对方 你不仅没有领钱 还要付钱 有时候 you end up end up就是结束打工度假 还要paying 付钱 付钱 你才可以 to go on working 这个vocation 就是working holiday 你才可以继续的 打工度假 这个 不过大致上 都会有付钱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了 however 然而 最后结论了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呢 can get you off get off就是 下车 脱离的意思 off就离开 那么可以 这个让你呢 脱离的 bitten track 什么叫bitten track 这里是用出题哦 出题就是一个考题的 他要问你 这个片语是什么意思 track是一个道路 一个路径 bitten bitten就是经常被人家打 经常有人走动的那个路径 走动就等于是打 打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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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人走动 那么 打工度假 可以让你off 脱离 脱离那些 经常有人走动的那些路径 然后呢 进入 and into 进入 这些sports sports就是 进入这些地方 什么地方 老师看到后面有动词 所以老师判断出来 这个就是 加进去的一个关系子句 连接词 是会去 省略掉了 最后一句 比较不容易看懂 好 让你离开那些 很多人走过的那些路 好 路径 也就是说 人家常常去的 那个 那个 不要去了 离开那个 地方 若翼之徒 离开吧 然后到那些 点 那些地点去 什么地点 到 Average Tour Bus 一般的 Tour Bus 游览车 would never go near 不会靠近的 那个地点 不会靠近的 那些景点 好 就是你真的 可以到一个 比较 人员 比较少的 那些郊外的 那个地方 去那边 打工度假 那个感受 跟大都市 又不一样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里有一题 我们看看是 哪一个答案 他说啊 What does get of the beaten track in the third paragraph most likely mean most likely 是最可能 most likely 命运是什么意思 含义 就是说 这个天语 最可能的含义 是什么 就是脱离 远离 这个若翼之徒 人们常常走的 那些路径 不用去了 就离开那些 你可以去探险 一些比较人渊稀少的 那个 郊外的地区 是说 国度 到这些地方去 什么地方 let 就是关西子聚 let the field tourist have ever been to 那些地方是 很少观光客 很少观光客 have ever been to have ever been to 是曾经去过 很少观光客 曾经去过的地方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 我们看第二个 visit people 去拜访这些人 什么人 后面又是一个关西子聚 you have never seen for a long time 你很久没有见到的那些人 这里省略了关西子聚 who 或者是home who跟home都可以 在现在英文法里面 who跟home都可以接受 you have never seen 你很久没有看到的那些人 去拜访那些人 第三 pay money 你要付钱 来 你的什么 learn 你的住房 要付钱 and the board 你的善事 要付钱 付钱 来住 付钱 来吃 这个不对 第四个 enjoy yourself 享受你自己 享受你的打工度假之旅 and do not work too hard 然后不要太努力工作了 你去打工度假 赚人家钱 怎么可以说 不要太努力工作呢 会不会垂死啊 这样子不行的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A 到一个 这个观光客 很少去过的那些地方 去人渊稀少的地方 那个地方 打工度假 另有一番风味 好了 打工度假 也是很棒的文章 老师就要全部介绍完毕了 改变 收拾了 打工 卖 去 啥